在王老師示範嫩漿料理之前 我們要先請問老師 這個漿我們到底要怎麼保存 因為台灣好潮濕 對 漿有兩種 剛才講有嫩的 有老的 那老的基本上 是不要放冰箱 只要放 只要乾燥 通風的地方 那當然有一個撇步 如果你要保存得更好 你可以用鋁箔紙把它包著 鋁箔紙 不是保鮮膜 不要用密封袋包著 因為密封袋包著 它會比較容易濕氣跑掉 所以你就用鋁箔紙 用一個通風袋 如果真的買得多 你就放在家裡通風處就好了 那有時候它已經發芽了 我還可以用嗎 對 發芽更好 真的假的 發芽它丟掉了 不要丟掉 又不是那個 可是發芽裡面就暖暖 就是就都已經爛掉了 重點來了 你發芽它不可以暖暖 表示它已經發霉 發霉的 薑發霉會有毒素的 絕對不能吃 那個發芽 那個嫩芽 拔起來擦在土裡面 就會長薑 新的薑出來 對 下次我們可以 可以再做一集試試看 好神奇 怎麼去買薑 但是重點是說 薑絕對不讓它發霉 發霉的毒素更厲害 所以你只要乾燥 它長芽沒有關係 它不是馬鈴薯的 那個芽可以吃 你只要切開就可以吃 它把芽都丟了 那個老薑比較好保存 那嫩薑其實重點是嫩薑 所以嫩薑季節性比較明顯 過了就沒有了 大概是在差不多過了 春夏嘛 就春夏中間這樣 那一般嫩薑買回來 它比較不好保存 我覺得唯一能夠保存 就是等一下教大家 就做成料理 放在冰箱 你在怎麼保存 你就是放塑膠袋擦乾 一定要保持乾燥 那你就放保鮮膜 或塑膠袋把它這樣子 把它包好 對 你只能冷藏 大概跟蔬菜 大概七天 兩個禮拜 差不多 你不能放太久 那可以冷凍嗎 冷凍 對 很好 如果你今天嫩薑 你要弄成薑絲什麼 你可以先切好 像薑片薑絲 我都把它切好 你就可以直接放冷凍 就可以放很久 對 冷凍就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一般老薑放的時間 可以長達一個月都沒有關係 你可以放很久 不過它一旦切開以後 它的那些 精油什麼 會開始揮發 所以你放得越久 它的月道就越淡 沒錯 越新鮮越好 所以 這是最大的差別 所以剛才 潘教授剛才有講到說 你吃老薑 它會有一些 如果你太燥的人 你已經發炎的人 它不行 但是嫩薑就比較適合一點 所以它的差別上就是 你的燥熱體質的程度 所以像小朋友 老人家 就是比較適合嫩薑 那如果像女生 像你說 我有特殊因素 我比較虛 我比較坐月子 她說一定要用老薑 所以嫩薑就是大家通吃 大家都愛吃嫩的 這樣比較好記 對 還有一個剛才小可講到 其實薑 很多人就煮一煮 就喝湯 薑片都丟掉 其實就沒有 大概以理講的 它裡面有很多營養 發生完纖維 你幾乎都沒吃到 所以你很厲害 你說你坐三個月子 還可以每次薑母雞 把薑都吃完 她都愛吃 不吃光了 真的厲害 不是 但是這樣就是說 我們也要知道 就有很多東西不要硬吃 所以因為像老薑的那個纖維素太硬 對 其實那個千萬別吃 所以我們現在建議說 把薑吃下去還是屬於嫩薑 嫩薑的部分 嫩薑我今天來做一個古早味的 一個就是很簡單的 這是什麼 這是用梅子 我們用那個化莓煮水 或者是家裡有那種蜜梅 紫蘇梅都可以 你就直接把薑 像我這樣子直接切片 切片 你就抓一點鹽出水 就像這樣抓一點鹽出水 我今天分兩種做法給大家看 來 你們就可以吃吃看 這直接抓鹽出水的 對 這已經抓鹽了 沒有 這個沒有 那個不是 不是 這個是泡過的 你幹嘛吃那個呢 這個是原味 這個是原味 傻瓜 我已經跟你說 你覺得我沒有吃 你哪那麼餓 好鹹 到底是要多餓 不是 你這樣往上拉 不是 你說抓鹽 我說抓鹽 鹽 都掉毛了你 對 這個時候你怎麼辦 就是把梅子 家裡有梅子紫蘇梅 這個好吃多了 梅子紫 我們不想等主持人刷好了 日本料理店很喜歡用這種生薑 生薑片對不對 這好好吃喔 對 很好吃 很簡單 我就拿 我要拿給你吃 你不要 你就吃那個 沒有 我以為他要Cue我吃 我就吃 酸酸的好開胃 這個就是一樣 你再抓了之後放進去 你就把那個化梅 紫蘇梅把它丟進去 這樣泡著就好 它自然就會出這個薑水 泡什麼 它自己會出水 你知道我這個梅子薑汁 倒起來喝就像你講的 還更暖 很好喝 加了冰塊 對 所以嫩薑可以吃這個薑汁也可以 梅子薑汁也很好喝 超開胃的 那你就嫩薑買回來 一般如果我要醃這個 我要它的口感 我就會滾刀切 就切大塊一點 那你不用去皮喔 這個嫩薑不去皮的 嫩薑不去皮 對 嫩薑不用去皮 我都有去耶 你去什麼皮啊 那個牛姨你在那邊講說 皮的營養素多好 一般是老薑才會稍微刷起 因為它裏面有一些 你還去皮 你怎麼去 這個別嫩皮的葉 我都這樣把它這樣燒 就開到稍微的就刷一刷 其實不用 你只要注意這個彎 彎彎彎彎彎 這個有泥土把它刷乾淨 你做梅子這種 你可以直接這樣切滾蛋塊 直接泡沒有問題 對 這個OK的 那接下來我要做這一道 就稍微要抓軟它 因為這影響到口感 抓軟 料理就需要軟 那這一道比較麻煩就是說 它需要一點刀工 就是需要把它切到很細 幾乎像 對 這個就各位媽媽要考驗一下 因為切得越細越好吃 而且纖維比較不會咬口 而且你逆刀切 這個纖維比較不會那麼硬 這一道是做涼拌的 對 這道我要做一個 古早味的涼拌 就大概切這樣薄薄的 薄透 薄透的 你可以用削的 對 用削的 越薄越好 口感越好 那我們就一小湯匙的鹽巴 鹽巴要出水 對 抓得下下就好 有要粗鹽還是什麼鹽 其實不用太多 不用 一點點 一點其實不用太多 大概就半小匙就好了 那這個時候其實 你就是把它抓一抓 那你就把它放在 一般我會用保鮮盒或塑膠袋 你就是把它搖一搖 搖一搖 放著就好 對 你不用動它 就這樣放著 那放了像你錄影前 大概一個鐘頭我抓的 大概就會像這樣出水 一個鐘頭就夠了 一個鐘頭就可以 你看這個就把 這些鹽水 薑汁的鹽水 就把它倒掉 這超鹹的 還有一個因為我們要做料理 它要入味 所以它水分太多 跟這一道不一樣 這一道有點像 我要它的薑汁可以喝 這一道我要把這個水分拿掉 一般你要這樣捏到很乾很乾 捏到很乾 就等於說像海綿把它弄乾 到時候它會再吸醬料 對 潘老師 很厲害 就像這樣 你看這個薑汁很多 其實就把它淋乾 那問題是我的營養素都去掉了 當然一部分一部分會 那這個地方其實就是有 有帶鹽味的薑汁 你可以做料理 沒有 這個小子太鹹了 太鹹了 太鹹 來 你喝喝看 我剛剛吃過了 謝謝 沒有 這可以 對 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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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加鹽倒進去 因為我們這樣口感比較單調 我就把小黃瓜做法一模一樣 我剛剛是聞到小黃瓜味 這也是鹽抓鹽過 一樣把這個水分抓乾就好 這個水分抓乾 那我們就把它放進來 混合就好 我們做涼拌菜 變成兩種味道 那很簡單 我第一個我加一點點醬油膏 醬油膏 對 不要太多了 不用太多 對 因為這很多鹽 對 一絲一絲就好 大概一匙左右 那博士在旁邊一直給壓力 對 還好 不會 一點點就好 好 一點點 那再來這個是 這樣夠嗎 這樣會有味道 餵 餵 餵 這個是黑麻油 那你就大概一大匙 哇 這個可以用冷壓的 這很開胃耶 這個很適合 而且放在冰箱 你冰鎮過 而且有些小孩 他比較怕薑的味道 這個他比較可以接受 是 這個小朋友 你把它都可以一起吃 你把它拌在一起 你就一樣用這個 所謂的保鮮盒放在冰箱 它味道冰鎮之後 它會更容易跑進去 那等一下你就可以吃吃看 只要醬油膏跟麻油 對 那最後用一點點 白芝麻粒 對 就這樣 那這樣子 看起來很美味 很簡單 試試看 這樣就可以吃吃看 好不好吃 超好吃的 好辣好 還是辣 我剛剛已經抓了 你看那些蒜辣素的水 我覺得還好 其實你這個嫩薑是屬於辣的 人家有的嫩薑不那麼辣 不那麼辣就是我講的 你如果像一般的薑絲 為什麼外面做料理薑絲會不辣 你如果一直把它泡到水裡面 就跟洋蔥一樣 泡到最後都不辣了 那你很多 辣 你都覺得辣了 沒有 因為我剛有吃到一大口 它就在喉嚨那邊又很辣 但我覺得它的辣 因為有那個麻油在裡面 所以它辣反而會突顯出來 不會被那個麻油擀住 而且它白芝麻有點平衡的感覺 白芝麻甜甜的 因為我們沒有冰鎮 一般我做好我吃過它的冰箱 大概冰鎮一個晚上 你第二天之後吃會感覺更混濕 人家俗話說是薑是老的辣的 對 你這個嫩薑都辣的不要膩 這辣味 它是有去整形過的薑 它本來是老薑 所以就這樣吃了 東西 我時間是財力的 比如說 那你去哪裡 就像是某些人 看起來 你這樣吃了